此刻官将小区门口立起了警戒线 大量的人员在小区内认真地勘察着 同时也不断地处理着散落在各个地方的尸体 场面并不血腥 反而透露出诡异 大部分的歹徒尸体上没有致命的伤痕 也没有被被击打的痕迹 但这些歹徒却一个个脑袋搬了家 就这样滚落在尸体旁边 脸上露出了无比惊恐的神色 不知道临死之前到底看到了什么东西 不过少数的歹徒却是被人用手枪直接击毙的 鲜血流了一地 报告队长 一共23具歹徒的尸体 现场留下了大量的枪支丹药 从现场对歹徒的生物信息采集对比来看 这些歹徒大部分都属于境外人口 以旅游、工作等各种方式进入国内 不少歹徒的签证已经过期了 而且现场还布置了一些极其危险的遥控式炸弹 所幸的是炸弹并未引爆 那边已经封锁了 需要等拆弹专家前来处理 一位人员报告道 刘队听到这些消息之后立刻就头疼了 这已经不是他一个队长能够处理的案子了 需要移交给上面 而在别墅里 张显贵有些担忧到 好端端的这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真刀石枪的都打起来了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拍电影呢 杨坚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坐在沙发上的杨坚喝着茶 吃着东西 他们是冲我来的 张总你不需要紧张 这样的事情只有今天这一回 下次不会再发生了 不过这次事件给张总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在这里我只能说一句对不起了 其实他最对不起的是张伟 张伟在这次事件当中死了 但他又被鬼禁复活了 只是这样的事情他没有和张显贵说 麻烦道是无所谓 只是以后不再出现这样的事情那就行了 张显贵说道 又是手枪 又是狙击枪 还有炸弹 看来你惹了一些不得了的人 杨坚看了一眼外面 他们算什么不得了的人 不过是几只老鼠而已 真正难对付的人已经跑掉了 不过也只是暂时的 我这几天我会去解决他们 只要解决掉了他们 以后大昌事就是我杨坚说了算 到时候所有的损失都会弥补回来的 张显贵见到杨坚如此自信冷静的样子 也就放心不少 张总要是觉得信不过我 可以暂时躲一段时间 等我处理完这件事情之后再回来也不迟 张显贵想了想还是决定暂时避一避比较好 他不敢绞尽这样的事情当中去 虽然这次的事情闹得很大 实际上影响却很小 小区本来就还没有正式开始销售 住的人很少 知道这事情的人也不多 而且伤亡的话 也都是这些匪徒留下来的 杨坚没事 张伟复活其他人压根就没有被卷进来 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剩下的事情无非就是调查取证 清理现场 做一些善后工作 杨坚可以出来谈谈吗 这个时候刘队来到门口开口说道 当然 杨坚道 刘队带着杨坚来到偏一点的地方低声道 之前没有问 但是现在现场清理也差不多快完毕了 所以有些问题还希望你能配合我完成工作 我知道你们这类人不一般 但有人竟敢光明正大的动用枪械 炸弹 我还是有自责将他们绳之以法的 杨坚道 其实我知道刘队你想问什么 其实这案子没那么复杂 幕后是谁指使的我一清二楚 只是他们的事情普通人是解决不了的 贸然行动的话只会增添伤亡 这是我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这事情我会去处理 但那些持枪的凶手 应该是来自某个公司 他们是受到了雇用 我希望刘队就去查他们 大昌是不允许这些法外之徒横行 又是牵扯到灵异事件吗 刘队慎重的点了点头 我会将这事情上报给赵开明 看看他能不能想点办法 杨坚听到赵开明三个字 顿时冷冷一下 你最好别找那家伙 这事情的背后也有他的影子 他巴不得借刀杀人 把我弄死 怎么可能 刘队惊讶道 人与人的争斗从来不会停止 这事情和刘队你没有关系 这是我们之间的事情 杨坚道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我希望早点回去休息 刘队思考了一下道 多谢你的配合调查 案子一有进展我会立刻通知你 对了 那些人手中留下的枪械调查取证之后 希望刘队替我保管一下 杨坚呼的又道 这不符合规定 刘队道 杨坚道 我知道 只是暂时留一下而已 等几天他成为了大昌室第二位负责人 自然就有这个权力调动这些武器 全是为了对付欲鬼者特制的枪械 倘若被销毁的话实在是可惜 我明白了 这批武器顶多在我这里留三天 刘队说道 够了 杨坚点头道 此时此刻 从关江小区失败逃走的王小强再次回到了自己的俱乐部 此刻的俱乐部已经忍走楼空 所有的会员都默认离开 所有的股东也消失了 唯一活下来的股东马友才也迫不及待的退股躲了起来 本来有叶峰这张底牌完全可以起死回生的 谁能想到 这次的行动会失败了 孤注一掷换来的只有狼狈 杨坚 空荡荡的俱乐部吧台前 王小强喝着烈酒 从喉咙中发出一个嘀吼 他知道自己的一切都毁了 而且很快这里也不能呆了 行动暴露之后 这里马上就会被查封 不出意外的话麻烦也会随之就会找上来 但他不甘心 自己辛苦经营了这一切 并不是单纯的将这看作是一个商业俱乐部那么简单 这个俱乐部而是实现他野心和理想的台阶 滴滴滴滴 就在他喝闷酒的时候 他的手机突然响了 小强 现在立刻来我这里 电话里传来了他大哥王小明的声音 不 我才不去那个该死的实验室 我可没有忘记你这家伙对我所做的一切 我现在变成这个鬼样子全拜你所赐 我当你是大哥 你却把我当成了实验素材 王小强咬牙切齿的低吼道 现在你还想做什么 继续做你那该死的实验 杨坚要杀你 你继续留在俱乐部的话死定了 王小明声音冷静带着几分威严 不想死的话就给我滚过来 这次你闯的祸太大了 上面已经默许了杨坚的行动 并且还会全力配合 如果有必要的话 甚至是会调遣其他的遇鬼者之缘 你在大昌室的话死路一条 只有来我实验是杨坚才杀不了你 我的事不用你管 他杨坚想杀我就能杀的吗 我也是遇鬼者 王小强吼道 王小明道 你身体里的鬼称不了太久了 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 我说了 我的事情不用你管 王小强咆哮起来 你这个废物 你想气死我吗 立刻给我滚回实验室来 王小明忍不住发怒道 Peng Tudor 还未说完 王小强就猛的将手中的电话摔在地上 直接摔了个粉碎 我不是废物 他拿起一瓶烈酒猛罐 发出了猙獰的咆哮 我不是废物 我不是 他一边醉酒 一边坐在地上无助的哭泣起来 王小强感到了一种无助和对死亡的恐惧 他知道杨坚会来杀自己 虽然想过逃跑 可是尊严却不允许自己这样做 他不想坐一条丧家权躲起来 也不想去跪求大哥王小明的庇护 王小强 王小强